欢迎收看4月8号的大兴电地方新闻 我是张芳琪 马上来掌握今天的新闻重点 大兴电有线电视配合建制新北公共监测平台 今年再增两处监测点 让水晴监测防护网更完善 游艺花影2021易经花艺美学继画艺摄影连展 即日起在新店保新活动中心展出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时定高中与佛光大学外籍大学生进行国际文化交流 以春天为主题 绘制复活节彩蛋和品尝春茶 深坑云香山庄等三个社区经过各方努力 解决经费和用地问题 将由台水公司代办用水设备改善工程 今天的热点看播要介绍的是 机上和MyVideo墙片 灵魂急转弯 大新店有线电视从107年开始 配合新北市政府建制公共监测平台 今年在经营区内又新增了两个监测点 提供公所、消防、学校等单位 能够及时掌握水晴监测画面 及早做出因应、减少灾害损失 新北市政府从107年起 就与辖区13家有线电视业者 联手建制新北公共监测平台 大新店有线电视全力协助配合 今年在经营区内又新增两处监测点 分别在新店复兴路80项底 以及安德街60项 总计目前一共有7处监测点 本公司从107年度开始 跟新北市政府新闻局 共同合作建制水晴公共监测平台 到109年间一共设置了5处 今年会再设置2处 所以一共会设置7处 大新店有线电视网络工程部经理王于谦表示 这个监测平台运用了数位化高科技传输 影像清晰 在多次发生强降雨时 提供公所、消防、学校等单位 有效掌握最及时的水位监测画面 及早做出阴影避免造成损失灾害 曾经发生多次的强降雨 那造成的部分的路段有积淹水的状况 那这套系统充分的提供现场及时水位的监控影像 让公所及相关的局处单位有效掌握 并提早做出阴影的处置 有别于一般传统的监控系统 需要另外拉线 容易造成天际线凌乱 这个公共监测平台 则是借由有线电视现有的高速光线网络 不仅稳定 而且在维护上也相当快速 随着防汛期的到来 午后豪大雨所带来的雨势 总让人担心害怕 现在又增设了监测点 让水位监测的防护网更加完善 也使得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更加有保障 记者陈小旦 赵方琪新店采访报道 游艺花影2021易经花艺美学 暨画艺摄影连展 目前正在新店区保新活动中心二楼展出 策展人柯惠美老师表示 其实易经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而花艺与摄影都是艺术的一部分 这次将易经花艺和画艺摄影相互结合 就是希望让民众亲近生活美学 游艺花影2021易经花艺美学季 画艺摄影连展 目前正在新店区保新活动中心二楼展出 在开幕茶会上归宾云集 新北市议员金钟玉也特地到场功课展出顺利 这次的连展相当特别 策展人柯惠美老师就表示 除了易经花艺还结合了花艺摄影 希望能够让民众感受到生活美学 其实就是那么清净 它的画作可以跟我们的易经是结合的 比如说我们用一个花坛的部分 就是我们用空挂来表现 然后我们有一个够挂 就比如说其实够挂是一种相遇 是一种爱 所以我们到后面 你可以看到它的画跟我们的挂像是有结合 像够挂因为是相遇 相视相遇 然后就产生一个爱情感情的这一部分 或者是一个另外的一个连结 以花艺表现易经挂像 听起来像是不相干 但其实两者之间息息相关 中华花艺文教基金会前执行长黄艳雀就指出 不论是艺术还是学士 其内涵都是来自于易经 在我们生活之中 更是与易经脱离不了关系 花艺在枝叶长短 方位上都可以说是易经挂像的一种表现 天地间的自然现象 或者是说人文现象都很有关系 那像中华花艺在插花的时候 我们引用的比例都有比例 就是洛书的三五七的比例 那因为每个枝条它都有它的长短 原则上的比例枝 所以我们用洛书 那我们的方位 就像刚才这边的方位 我们有说插花的时候 立足点在哪里走向哪里 就正好符合易经的那个方位的那个项 新店区保新里里长周佑俊非常感谢这次的展出单位 他表示活动中心展出的空间虽然不大 但希望能够借由有限的场域 让民众可以有机会欣赏到各式的艺术创作 让所有参加财业班的里民 他有一个成果展览的空间 然后藉由彼此学习鼓励机会 然后增加彼此的情感 然后凝聚相信力 让大家能够身为保新的里民 能够光荣感 变成彼此的情感 然后尊清慕灵 然后营造一个爱的社会 爱的礼 游艺花影2021 《易经花艺美学季花艺摄影连展》 将展出到5月30号为止 除了周一因为活动中心不开放 其余的时间欢迎民众有空前往欣赏 感受《易经花艺》与花艺摄影 所带来的艺术美学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新店采访报道 石定高中以新北市教育加速器计划中的 大手牵小手方案 连续三年与佛光大学外籍大学生 进行国际文化交流 这学期第一次的活动 以春天为主题 邀请了巴拉圭大学生 绘制复活节彩蛋和品尝春茶 而石定高中的国际小志工们 也以流利的英文介绍和说明 新北市以教育加速器计划 积极推动学校特色课程 石定高中透过这项计划 连续三年和佛光大学外籍大学生 借由大手牵小手方案 进行国际文化交流 这学期第一次的活动 就以春天为主题 邀请佛光大学巴拉圭学子 一起和石定高中国籍小志工 绘制复活节彩蛋以及品尝春茶 外国人在春天的时候会绘制彩蛋 就复活节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喝春茶 所以两个结合在一起 就是交换一下彼此的文化不一样 然后在绘制彩蛋的时候 我们会画一些新北的景点 然后也请巴拉圭的朋友 画他们家乡的一些东西 那我们就可以彼此介绍 在白色蛋壳上 石定高中学生画出了 新北各地著名景点 并且用英文向巴拉圭大学生介绍 流畅的英文对话 开启了彼此的交流 虽然平时课堂上就有学英文 但要开口用英文说明 还是需要几分勇气 就有同学说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也让自己的外语能力增强许多 开口去说英文 然后用英文去介绍自己的家乡 其实是蛮有趣的 那待会泡茶的过程 也是要用英文去做讲解 所以对他们来讲 其实是有点难度 一般学校教育里面 就是我们只会学英文 很少会有口说的这个机会 然后由于 然后像现在在疫情之下 我们也很少能够接触到外国人 那今天有这个机会 有佛光大学的大学生 然后来跟我们进行互动跟交流 那我觉得这是 就是确实蛮难得的机会 除了彩蛋绘制 实定高中老师邱慧珍 在设计活动课程时 希望能将实定人文 与产业发展带入 所以这次特别选在校内的 茶叶体验教室进行 由实定高中学生弃茶 邀请巴拉圭大学生体验 学校的茶艺特色课程 从温杯泡茶闻香到品茶 细细品尝 春茶滋味 让这份国际文化交流 在茶香中 彼此留下了深刻体会 同时也收获满满 记者杨邦友 周芳琪 实定采访报道 深坑云香山庄等三个高地社区 因为用水设备老旧 尝起来严重漏水 经过了地方明代 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努力 终于解决了经费和用地 将由台水公司代办改善工程 和接管用水设备 彻底改善高地社区 民众的用水问题 深坑云香山庄老旧高地社区 用水设备漏水严重 经过各界多年努力争取 终于开花结果 由台水公司代办改善工程 和接管用水设备 并进行了签约仪式 将改善云香等 三个高地社区的用水品质 立法委员罗明才指出 这次以老旧高地社区 用水加压售水设备改善计划办理 云香社区是第一期 优先办理的对象 也代表着高地社区 用水改善问题 将会在各个地区逐步解决 这是跨出去的第一步 未来包括新店 还有很多包括细子 等等的地区 都有这些高地老旧社区 用水的问题 我们希望每个地方 所有住的民众 都可以享受 跟一般台北市居民 所享受一样的 高地社区用水问题 牵涉层面广 包括了经费用地等等 这次在计划中 八成的经费会由中央 和地方政府编列预算 社区则负担两成 以云香山庄为例 总改善经费为6200多万元 政府补助约5000万元 而在配水池用地取得方面 像是有一笔土地为澎湖望安乡公所持有 也靠着地方政府出面协调 亲自去澎湖拜访了我们乡长 乡长知道我们的用心 他也用同意无常活用的土地 让我们在取得土地 非常困难的情况下 一个重大的突破 台水公司一区处处长李庆星表示 改善工程将于5月份展开 预计明年底前完工 完成之后会交由自然水公司操作管理 下个月底就会把这四个 社区的相关的工程的设计完成 完成之后就发包 发包大概我们几个月的等待期 那大概5月6月就会展开 我们要施工 那明年可能10月或是年底前 甚至我们希望能够提前 大家都很期待 其实提前完成 改善计划中包括了全部管线态换为 石膜岩性铸铁管 用户外线同时更新为不锈钢管 并以自动监控设备管控供水压力 要让社区民众用水无余 记者陈小旦 赵方琪 深坑采访报导 广告后是热点看播的单元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爱台湾就是要讲 啪啪 爱台湾就是要NIT伴手里 从爱台湾发现新台湾 网络搜寻爱台湾 今天热点看播要推荐的是适合全家观赏 买video的强档电影灵魂机转弯 描述音乐家乔贾德纳 无意间遇上灵魂出鞘 他得帮助一位无法投胎的牵连灵魂 22号才能够找到返回自己身体的方法 回到肉体世界 马上来看精彩片段 这就是《The Great Performing》 《The Great Performing》 《The Great Performing》 Marie Antoinette Nobody can help you Nobody I'll show you what you miss What about pizza? We can't No smell No taste Or touch See? Okay,I get it We only have a short time on this planet We can bring out the you The brilliant passionate you I've been here for who knows how long And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that's made me want to live And then you come along You really love life I mean this I gotta sing I've been in the life I've been in the life I've been in the life And I feel what I'm saying What the... What the... Don't worry,they're fine You can't crush your soul here That's what life on earth is for That's what life on earth is for 接著來看Bobby要哪些地方上的活動訊息 店家防护2.0聪明上市 引進AI人工智慧技術 讓您更安心 申辦速洽2917 3939 银春娜服務辦光鮮上網想好服務 申辦120枚以上指定方案 想好理三選一 另有限時加碼優惠 速洽客服專線2917 3939 3月1日至5月31日 新北市圖舉辦借書自由妙計活動 只要當月在總管、青少年圖書館等圖書館 使用自助借書機 借書累計達15本以上者 就有機會參加抽獎 活動詳情請上新北市圖官網查詢 新店區公所於4月6日 建築捷運新店區公所站2號出口旁的 新店行政園區 地址為新店區北新路一段86號 完成後位於行政園區7樓至9樓 新店區自3月22日起 辦理門牌全面換帖作業 換掛期間請市民朋友多加協助 及配合釘掛作業 如遠於問請於上班時間 簽洽承辦人外先生 電話是02-2914-7675分機306 以上所有的新聞內容 都可以掃描畫面上的QR Code 到大興店有線電視的YouTube 臉書粉絲團 以及官網上查詢點閱 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張芳琦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B g 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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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